大家好 我们养杜菌花的过程中 多数的病虫害都是由于在根部以下引起的 因为根部以上的这一部分我们比较好把握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见 那么根部底下这一部分我们就看不见 所以我们给它选对一样东西 那么养护杜菌花就成功了一大半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花盆 为什么我们养杜菌花花盆如此重要 就是根据杜菌花的根系生长实性而定的 因为杜菌花它是一种浅根植物 非常容易烂根 如果这个土壤稍微有点积水 那么就是很容易烂根的 而且这个盆太深了 土太多 很容易在盆的底部这里长一些虫卵 虫害这些 所以我们选盆一定要选一个浅的盆 那么浅盆的话它的透血性好 不容易积水 而且杜菌花的根系主要是生长在上面的 那么浅盆的话也非常有利于我们给它施肥 我们给它浇水之后 这个土壤干的比较快 就不容易积水 而且我们给杜菌花选盆 不要选得太大 一定要看一下它植株的比例 如果太大的话 生长也是不好的 如果太小的话 也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 这就是给杜菌花选盆的一个技巧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养杜菌花 给它施肥的话 如果大家嫌农加肥 不敢进步卫生 我们可以选一些这种负荷肥 而且我们选负荷肥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看好 这个负荷肥 一定要各种微量元素比较前面的 比如说像这种荷兰进口的 就是微量元素比较前面的 长期使用 不容易让杜菌花出现缺乏各种微量元素 好了 这就是杜菌花的一点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